各位南大乡亲,大家好,我是藏理官 欢迎收看今天的十月十三号的南大新闻 公园六甘业务对十月车役开始注写 南大管政府会声叫 今天采冠十三万六千六百计的业务 去得到十月十一号位置 官民已经关心五万计的业务注写 为了要提提广工和来办事的民众 今天十月报也会特别在广府大厅 基盘一丁业务注写的活动 观众你们今晚请新来参加 向有区副学组计民族 我快来接受业务务的注写 较保自己的身体健康 冯美慈小姐 南大管政府今年采冠十三万六千六百计 业务务定业专官 这就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民众 可以免费来注业务 观众今天特别在一楼大厅 请设斡 合并尚时为民服务的观众完工 以及将来观众办事的民众 可以来注入业务 管队人民族也清新参加 高力乎合资计的民众 把机会来注写 今年的疫苗是在50岁以上都可以来打 另外小孩子在6个月以上都可以来打 同时重症疾病的都有免费可以让他们来施打疫苗 大概有244个站在社区定点也会为民众来施打疫苗 公众流感疫苗的主计 从来今年4位熟悉的队众 清除50岁以上的民众 6个月以上到18岁的日董和青少年 高风险万神兵 和重担双兵 有新的辅助丁丁 今年也增加爆分的队众 包括新参6个月以来的北部 加友进行投业精元 以及投业单位的专业精元 因为去年有打过 感觉好像还不错 所以借这个机会 打了以后希望 比较不会那么流感的话 比较不会那么难受 在这边其实也呼吁大众 可以有机会来接受疫苗的注射 南投县政府在去年疫苗的施打 一直是名列前茅 在跑在前面 那今年他们在利用 这个县府的这个四合一的一个活动 来推动这个疫苗 我们当然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南投县政府 对民众的一个关心 今年流感疫苗 每10月1号开始注射 在1912月12号为止 冠冰已经有5万人接受注射 可以共享受充裕 冠冬也好用符合主体的民众 冠军来注射 收获及公共的健康 记者贤士参博道 可不可以了 谢谢大家